船只的出现为人们带来很多便利 在运输上也成就过很多的不可能 以前到现在人们都不断创新 设计过不少样貌奇奇怪怪的船体 但其实它们都非常有用 今天五件小事为你带来极度异常的独特船只 Ranform Hyperion是一艘被用于研究的船舰 被誉为船只中的怪兽 它非常庞大 大约70米宽104.2米长 整艘船看上去好像只有船头几乎成正方形 因此非常平稳 尽管在海浪汹涌及恶劣的天气下 它都可以安全及有效地进行调查工作 它于2017年3月出生于日本长崎 至今还以巴哈马国家的名义下航行海上 根据2020年1月30日海洋交通网站的数据 这艘船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具有24个高科技数据线 能够收集少量杂音的地震波线及信号 然后准确分析及审查海床的情形 洗出清晰明确的正波图 以便寻找地下深处的石油和天然气 这艘船舰可以再多达80名船员 船上有一个大约225平方米的体育场 还有很宽敞的游泳池 设施齐全的健身房 桑拿市 电影院及大礼堂等等 在那里工作的研究人员感觉也好像在度假 海上巨人是一艘超级大型原油运输船 出生于日本神奈船线 由日本重型工业公司在1979年建好 是史上最重及最长的船 到现在还稳守着金氏世界纪录 全长大约459米 比马来西亚双风塔还长出7米 它空船的时候船身重达230吨 螺旋桨则重50吨 而再满货物的时候最重可达65万吨 海上巨人的所有权被转手过很多次 因此它被取过很多名字 当中包括快乐巨人 贾赫尔 维京人 奥巴马等等 在1988年5月的时候 它不幸被伊拉克空军使用 飞与反舰飞弹攻击导致爆炸全体损坏 连船上的伊朗原油也都全部注销 随后在1991年被诺曼收购重修 重新在海上航行 一直到2009年12月 前往印度是它最后一次旅程 之后就浅哥及报废了 现在可以在香港海事博物馆目睹 其重达36吨的船毛 泰坦马雷探索者是一个太空船的设计概念 2009年由一间外太空研究所向美国宇航局提议的 于2011年开始拨款 太空船的出现是为了拯救地球 寻找新的人类居住所 科学家在近年来发现土星周边的最大月球 泰坦有水分的迹象 例如大气层、琥珀及海洋 因此值得被研究 它会被派到其中一个大约10万平方公里的泰坦海洋 进行实地考察 原本打算在2016年发射 7年的航行旅程在2023年到达 然后再进行研究3至6个月 只可惜在2012年的时候 美国宇航局认为探索火星更为值得 而选择了另一个火星项目 因此这个计划到最后都没有实行 如果调查当时能够顺利发布及进行 我们未来将可以确定泰坦海洋的天然环境是否常有生机 例如可饮用的水源、食物、各种化学物质等等 此外也可以判断泰坦球体的基本结构及寿命 海影是洛克希德航空公司与美国海军、美国国防部一起建造的实验性隐形船 单听海影隐形船 这个名字就已经联想到他与间谍、特务或忍者有关 其主要角色就是静悄悄及不被发现的情况下 执行任务 海影在1984年竣工 据说开始航海之后就一直没有被派上用场 只是用作于实验性的行动及测试 如何更好地运用隐形技术在美国海军的船舰上 秘密实验一直到1993年才结束 人们在那时候第一次与海影见面与接触 不少人表示海影的外形非常前卫 像是外星人的战舰 海影的船身处于上方 下方是船体就好像人类的脚 海影的下方是采用双船体设计 两个船体各自都有螺旋桨、船位稳定器及悬内水溢 这个新颖的设计概念使海影就算在大风大浪的海面上 都可以安静及平稳地航行着 海影一共长50米 在满的情况下重563吨 其自动化技术及驾驶模式也成功减少了船员的人数 可惜的是海影在2006年停止航行 在2012年被美国卖出后马上报废被拆除了 虽然现在也无法再看到海影 但庆幸的是她在1993年的出现启发了一些电影工作者 然后他们把她加入在1997年战士帮电影的戏份中 翻转之船是一个海上科学室 命名为海上浮动仪器平台 是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所拥有的船 船长108米 船头有一个甲板 船身则有一个压载舱 当压载舱装满空气的时候 船会正常漂浮形成一个平台 而压载舱装满海水的时候 船会90度翻转直立在海水里 因此被誉为世界上最奇葩的船 整个翻船的过程费时28分钟 浮在海面的船身足有5层楼高 由于大约90米的压载舱都沉在海底 浮力很强 不受海浪影响 她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地震波线及信号水温和密度 并同时收集气象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 翻转直船的内部都是特别建造的 房间都有两扇门 两个桌子及两个脸盆等等 无论横力和直立的时候都可以使用 其墙壁也可以是片天花板 为了在研究进行的时候 达到完全静态模式 翻转直船是没有引擎及大风扇的 因此所收集回来的数据都很准确 也因为这样 她不能自己行驶 需要别的船只 把它拉到海洋 每一次航行 翻转直船都可以分别带上五名船员及十亿名科学家 制造出每一艘限量版船只都是如此的独特 为人们执行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 虽然我们可能在有生之年不会看见这些船航行海洋 但曾经的辉煌时期永流历史 你认为哪一艘船最为独特呢 记得在以下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 你可以点个喜欢 订阅及开启小铃铛 下次为你带来更精彩的五千小事 拜拜 记得订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